马云曾说中国人不差钱 中国有14亿人的消费市场 有潮头望去公开反驳马云的说法 13 14亿人中有能力消费的只有2亿左右 其他的只是人口 到底谁是对的 大家好 我是信文 看完本视频你将明白 整顿娱乐圈 房住不少 整治叫别或互联网平台 制造业升级 供给车 结构性改革 反垄断 医药 采集等 这一系列政策背后都指向了共同富裕 但共同富裕却不是杀富济贫 为了公平而公平 实现共同富裕已经关系到 我们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强国 当前我们最大的国情是什么 是经济增长 主要靠消费拉动 我们过去靠的是什么 投资或外贸 经济对外贸的益成度一度达到70% 而投资 我们过去很多地方 6%的财政收入靠地产 依靠外贸或投资 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我们经济增长一路开放 成为仅是于美国的经济体 但是现在情况变了 我们的基建世界第一 我们的房地产也是世界第一 卖掉的百分广亏也买下美国了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旧有 现在已经大大减弱 再靠地产拉动经济不仅不困 而且风险很大 再说外贸 过去大规模出口成为 我国经济高速生产的重要推动力 但是根据德国日本的经验 一旦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的比重 达到了19%左右 就会出现拐连 增速就会下降 早在2014年 我们的货物出口占世界总额比重 就达到了12.3% 今天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 已经接近于零 但我们国家还是要发展了 我们还要过更好的日子了 怎么办 那就让消费来担当这个扛把子吧 我们有14亿人 这可是最大的消费市场 影响是美好的 但现实却很骨感 我们面临的情况是 有6亿人月收入不到1000 10亿人还没有租过飞机 也就是说这部分人 消费能力还是不强的 面对现实 甚至很多人选择躺居 正如曹导旺说 13 14亿人中 有能力消费的只有2亿左右 其他的只是人口 也就是说你没有消费能力 只能收个人头 消费者都送不上 这口真够扎心的 如果不能让这些人富裕起来 想通过消费 拉动经济强劲增长 只是黄粮的梦 这就是共同主义的三个原因 可能你会说 我们不是有2亿中产吗 对不起 仿代 医疗 子女教育 养老已经掏空了中产的强包 四座大山 压得他们揣护起来 哪里还能消费 怎样保住 甚至释放2亿中产的消费能力 那就得推倒是四座大山 防住不少 或是不维系 基本上大涨 让经济背负更大的风险 也不让大跌 让中产扩上 整治教培行业 医疗改革 这些都是让中产减费 有更多的钱 用于消费 参与内循环的历史进行循环 让更多的人成为中产 愿意成为中产 消费才能循环起来 可能你会说 我们不是还有一群 先负起来的人吗 他们消费能力不是很强 对 在全世界买买买的 就是这群人 但2014年 我国居民出境旅行支出 就超过1万亿人民币 中国成为全球 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 也应征了这一点 据报道 仅2018年 中国人就花了 7700亿元购买奢侈品 占了全球消费额的三分级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似乎也没有错 但是这宝贵的消费力 就这样流逝了 肥的老外 对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 很不利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消费者需求 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 这些富人 就将大把的钞票 花费到出境购物 返逃购物商 他们购买的商品 以前都是珠宝首饰 名包名表 名牌是化妆品 这些奢侈品 现在你的电饭包 马桶盖 奶粉 奶瓶 这些普通日用品 都要去海外 怎么办 这样宝贵的消费力 不能白白的外流 但也不能阻止 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制造业升级 造出比西方更好的产品出来 实现国产提案 让低收入人群 钱包裹起来 成为中产 让中产 从四座大山的束缺中 解放出来 让富人把消费力 留在国内 让企业生长出 更好的产品满足高端需求 这就是内循环 当需求和供给 都能在国内循环起来 经济发展 就大大的有希望 所以共同富裕 让十亿国人 有钱消费 是未来中国经济 再次腾飞的强大动力 这股消费力量 才是伟大复兴精神中的 红黄之力 未来穷人 让自己富起来 就是最大的爱国 中产把大部分消费力 留在国内 就是最大的爱国 富人们 规规矩矩地赚钱 响应国家号召 实行三次分配 就是爱国 而我们的企业 生长出最好 最优质的产品 就是爱国 关注新闻 带你看透资本 和人性背后的光芒